提起绝招 当一个人婚姻没有破裂时 他永远不能理解离婚的痛苦 当一个人还没生病的时候 他永远不能理解别人生病时候的痛苦 当一个学佛人拜佛念经 一求就非常灵验时 边上不学佛的人永远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么虔诚 当一个失去希望和理想的人 在人生中最苦恼时 如果有人告诉他 拜佛后能够改变人生 当他拥有这种法喜的时候 是任何不学佛的人都无法理解的 当一个人心灵有得寄托的时候 别人永远不会理解 他为什么会这么法喜充满 不理解别人 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通病 不承认错误 已经成为当今社会 很多人的一个弊病 人因为太注重了自我感受 所以才会忽略别人的感受 现代社会 矛盾越来越激烈 人心越来越贪 人跟人的交往 充满着嗔恨 贪欲和愚痴 使人不能理解对方 造成了对别人和自己的伤害 管理好自己的心 管理好自己的情 你的心才不会被伤害 你的情才不会受伤 你的心情才会慢慢地好起来 烦不完的人间事 操不完的人间心 你的心慢慢就会由烦心变为烦心 身观自心 照佛性 定会双修 清净心 启发佛智 波惹高 誓愿度重 成佛道 人在社会上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学佛后 都要用智慧 来选择妙法 化解纷争 有时候 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欠缺 静下心来想一想 我今天一天 讲错多少话 做错多少事 想过多少 不该想的事情 这就叫 这就叫 善念 生 崛起 经常 定下心来 想想自己 这辈子 做错多少事情 不能再轮回了 经常想一想 我今天一天 活得有智慧吗 我用了多少智慧 解决问题 常和智慧作伴 这样 你才能在 逆境中 顺利 看淡放下 是解脱 逆境锻炼 我必获 提起绝招 保平安 烦恼菩提 须转患 人要学会 对质 自己身上的毛病 如果贪了怎么办 用经常不失 来治自己的贪念 贪心减少后 人才会 自觉持戒 常有贪心 就不能持戒 如果 称恨了怎么办 换位思考 想想 别人的苦 别人的难 经常想想 活在世上 每个人都不容易 学会原谅别人 鱼痴心来了怎么办 赶快念心经 求菩萨保佑 让我开智慧 远离一切 颠倒梦想 不该想的 不要想 不该贪的 不要贪 不该做的 不要做 这样 你才能 降伏烦恼 忘记自我 才能 才能去除 自私的 鱼痴心 停止 停止杂念 和妄想 在佛法上 称为 只观无我 常观无常 才能 缘起 幸空 三心不得 常照影 往事已过 成泡影 守住当下 不变故 今世修成 便彻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